等一下Fill Fill是专门用来干什么呢 我们先申请了一个Lock 一个Unsafe的Buffer之后呢 我们需要往里面填充一些东西 Lock是用来填充0 但是呢我们可以用Fill呢 来填充一些其他的值 大家看一下 LockUnsafe呢 申请10个空间 我们先打印一下 里面的内容呢我们知道应该是不确定的 因为LockUnsafe呢并不帮我们处置化 然后呢我们再打印一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任意的一些字符啊 或者是数字啊 等进行一些填充 当然填充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参数 我也可以从第几个开填 填到第几个为止 如果我这两个都不写呢 就是把所有的都给填充了 可以给大家展示 比如说我想给大家 然后从第几个开始呢 从第二个开始填到了第六个 看一下结果 我们发现呢 我们说的2呢是指的index 也就是说第三个了 一直到这这 这几个都被填充了 剩下的几个是什么呢 不确定 还是就是说之前申请的随机的值 为什么是0A不是10呢 我们也前面提到了 使用的16进制进行表达 16进制就是说A呢就是10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下面 eqs eqs是说呢 两个buff的内容是否相等 它并不是说两个buff 是不是一个buff 说我是不是就一块内存 只不过是有两个名字而已 它帮你比较呢 是两个buff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一样 我们来分别写两个test 这样的 buff4是不是和buff5的内容一样 然后呢我们再看buff4和buff6 是不是一样 看一下 发现呢 buff4和buff5内容是一样的 buff4和buff6呢 内容是不一样的 再下一个是什么呢 indexo 实际上出了indexo呢 它有last的indexo 甚至有就是entrance啊 这些些数组有的方法 最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buff本身是一个非常类数组的 取材结构 taps array 就是说有一些数组的功能呢 它也有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indexo 我们就拿之前 就是这个buff4来举例子 看一下 indexo什么呢 看一下es 我们再来看一下esa 一个不存在的 反正呢 ese是从第一个开始 这个跟数组是完全一样的 找不到的话 就返回-1 找到的话呢 就可以反对第一个 匹配的index和数组 是一样的 你就不过多介绍了 last indexo entrance case啊 这些道理 都是非常相似的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在node.js中呢 一个就是说 汉字是占的三个字节 在日常的一些处理中呢 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会不知道怎么样 就会遇到中文乱网问题 这种时候大概有哪些解决方案呢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string decoder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还原一下中文乱网问题 就说呢 我定义了一个buffer 中文字符传 我想给它进行一下 每隔五个呢 打印一次 我们知道这样 肯定会出乱码了 就是为了给大家演示 乱码必然出现 实际情况下 并不会这么使用 下就等于五 每隔五个打印一次嘛 在这里面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先来定义一个 普通的buffer 申请五个空间 然后呢 用上之前我们提到的 copy方法 就是原来buff里面的东西呢 给copy到b里面 copy的情况下 我们是从零开始 然后呢 copy就是sauce的start是多少呢 我们就写出i就好了 后面呢 我们就不写了 就是让它填充到末尾就OK了 然后呢 我们来打印一下 这种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结果 而且呢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乱码问题 是不是啊 大概还能认得出来呢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因为它三个字节呢 表达一个汉字 我们用五个在拆的时候呢 必然有部分就表达不出来了 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处理呢 可以借助steam decoder steam decoder呢 也是在一个 是一个内置的包 在这个包里面的 steam decoder对象 然后呢 我们来自己定义 一个自定义的decoder 其实自定义的方法呢 就是实力化这个steam decoder 中间呢 传入我们想要希望的编码 我们希望呢 肯定就是UTL8 我们再来看一个 跟它写法就非常像了 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 这前面都是一样的 就是最后 在这儿 我们并不是直接把B给打印出来 我们是用decoder来打印 就是decoder来决定打印的内容 decoder.write write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buff给write进去 然后把这种时候呢 我们再打印它的内容 看看 发现下面这个 就可以完全解析出来了 感觉有点神奇啊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大概啊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大概的原理就行 使用decoder呢 就是说它并不会意识到 自己在处理一些 宽字节的字符的时候呢 它会按着 就是说每次 比如说像中文 就是每三个我打印一个 每三个我打印一个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啊 中 我打印出来了 为什么没后面这个呢 就是它意识到了 就是说我0到2个 是打印出一个汉字来 后面呢 就是从就是第三到四 我发现表示不了一个汉字了 我就不打印了 我就放到我的缓存里面 存到下一次 下一次又给了我几个的时候呢 我知道了 我这次还逾出两个来 跟下次的第一个做一下拼接 就是它会帮着我们自动在里面做 每三个是一个 每三个是一个 就不够的时候呢 它自己就说不打印了 缓存到下一次 然后帮我们拼完整 这种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中文乱码问题呢 给解决掉了 关于Buffer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Buffer的使用率呢 是超级频繁的 在后面的例子中呢 Buffer呢会不断地上镜 然后我们来就说更加熟悉 可以更加深入地 来了解Buff对象 是什么呢 我们来说更加深入地 我们来说更加深入地 从小型中的击分地 感觉要是开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